当我们把前面这个注册登录推出 检查登录状态都做完整之后呢 那关于用户模块当中还有哪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还要去讲的一个模块 就是当我在登录进来之后 当我在登录进来之后 然后呢 我进入到哪呢 进入到我的这个页面当中 在我的页面当中的话 咱们先不管别的东西 先管哪呢 点击一下修改的时候 能够修改个人资料 在个人资料当中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头像呀 所以这个头像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去讲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在于我们在去保存 这个项目当中的图片的时候呢 所有图片都不会存在本地 而是说我们要给它存放到 第三方的服务里面去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 说完这个地方的话 咱们今天有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头像这个东西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 那剩下的关于用户模块的 其他参数据 比如说保存用户名字 然后呢 比如说在这个页面当中 获取用户的资料 然后呢 还有实名认证 这几个接口 就都会留给大家去做了 因为你发现 这几个接口呢 就是发数据 保存数据 查数据 其他的任何业务逻辑都没有 所以都比我们之前讲的要简单 这几个接口呢 就留给大家去写了 怎么了 如果把那几个接口去写的话 时间根本都不够用 而且写多了 你就会烦了 你会发现这代码都是一个套路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头像 关于在写这个头像的时候呢 我们在讲头像之前 还得先补充东西 补充什么东西 你去想 应该是这样东西 应该是在用户登录的情况下 是不是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页面当中啊 就是第一点 然后呢 应该是登录的情况下 你在这里面去点击 获取一个用户头像的时候呢 一点击某个地方 然后呢 一上传 我是不是才接受啊 否则用户未登录的情况下 你在这里保存头像 是不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加上登录限制了 咱们先把登录这个限制 给你加上去之后 回过来 再去讲解关于图片的东西 那你去想 关于登录限制的东西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呀 在Jungle当中是怎么去做的 有去加过登录限制吧 所以你在加过当中 去做那个登录限制的话 是不是可以有两种方式啊 你可以在你的中间件过滤吧 是不是也可以在装饰器进行过滤啊 那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 布和钩子 或者通过装饰器啊 那咱们现在呢 就拿装饰器 来给大家进行使用 所以咱们去写一个装饰器 那我们把装饰器给你放到哪呢 咱们把装饰器也是放到 因为很可能 好多个是不是都会用到 所以咱们也放到Utilis 我们自己封装的 放到Commons组件里面 咱们在这里面去提供 对应的装饰器了 那装饰器的定义 应该是才讲完的吧 是不是 你的张购项目是才讲完啊 所以装饰器怎么去写呀 怎么去写 一谈到装饰器 是不是肯定是臂包啊 对吧 所以最简单的部分 应该是两层臂包吧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写了 肯定有一个外层函数 能把它定义出来 比如说就叫做login required 还有PULID 这是要求必须登录的 然后呢 外层函数当中 这个地方参数是什么东西 是被装饰的那个函数吧 那我们最终会把这个东西 是不是要作用到 试图函上面来啊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接受的那个函数 应该是试图函数吧 所以咱们更写的更明确一点 我们把它就叫做 未有function 这是试图函数 这是要被装饰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写一下 这是我们定义的 定义的 然后呢 验证登录状态的装饰器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是关键点 然后呢 那紧接下来 再往里面写 应该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有一个内层函数吧 对吧 DF 我们通常习惯性 把内层函数呢 定义叫做reqord 你叫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我们习惯性把它叫做reqord 打包的意思 然后呢 这是关于内层函数 内层函数做什么东西 我可以先不用管 咱们是不是可以 把装饰器整个框架搭起来啊 然后这写完之后的话 外层函数 是不是要把内层函数返回啊 对吧 就是这样的股价 这股价当中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你把这个股价搭完之后 如果说我接下来会有一个试图函数 比如说就相当于我所说的 叫做这个设置头像的 我把这试图函数的名字呢 比如说叫做set user after 就叫做这样的试图函数 这是设置头像的 那我书记上是可以通过 i的符号 把刚才定义的装饰器 拿过来了 咱们这么对比的来起先 拿过来之后的话 解决相当于 这个被装饰的函数 我们所说的试图函数 就传过来了 然后呢 那接下来 内层函数我就可以去实现一下了 内层函数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呢 首先它的参数应该怎么定义 内层函数的参数 你去想一下 被 就相当于我在这里面一做完这样操作之后 最终我们去想 当我们最终再去调用set user after 这个函数 在我们去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实际上调用的是谁 当我们调用它的时候 实际上调用的是谁 调用的是 调用的是谁 是rapper函数吧 调用的就是内层函数了 就是rapper函数了 所以在去调用这个被装饰的函数的时候呢 这个被装饰函数 是不是有可能会接受各种各样的参数啊 有可能吧 所以在去调用的时候呢 也会给它传出各种参数 那最终被装饰器加上之后的话 传给它的参数 是不是都传给rapper了 所以我们在定义装饰器的时候呢 为了保证这个装饰器 能够装饰任何的函数 所以呢 它的参数个数我也不确定 最终导致的地方就是 在这里面是不是应该是星ax 跟星星kwax 应该是要做成这样一点 然后呢 那接下来 我们把这参数都接收过来之后 再来做成工作 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去做做了 我们在这里面要判断的就是 验证用户的登录状态吧 这是我们所做的装饰器的作用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去判断 判断用户的登录状态 然后呢 咱们去写下 相当于如果 用户是 登录的 如果是 如果用户是登录的话 那我们应该做同步算 是不是直接放行 让它进入到 视图函数当中去行啊 对吧 直接进入到视图函数 执行视图函数 然后呢 那接下来 如果未登录呢 如果 未登录 如果未登录 跳转连接 那一旦跳转连接的话 你是不是又做成 前后端不分离了呀 那之前是在 张口当中去跳转连接的 我们现在跟前端之间 前端 到底怎么去做 不是由我们去管的吧 所以我们应该是返回阶层出去 告诉你 没登录 前面你爱怎么做怎么做 不关我的事 这是我们做前后端的分离的时候 所要做的工作 所以呢 用户 未登录情况下 返回未登录的信息 虽然咱们项目当中 你返回信息之后 这种前端还是咱们去 写 跳转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对这些是APP呢 APP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你去写了 所以你要明白 我们在前后端分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你不要控制前端的页面的效果 你只返回信息 然后呢 由前端去决定 到底怎么做工作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咱们把它去实现一下 在这里面 判断用户的登录状态 这个地方怎么判断 咱们刚才是不是刚刚写完那东西了 所以咱们要去引入一下 从plus当中 引入session 然后呢判断这里面 判断这里面的话 也就相当于我通过谁呢 咱们可以通过 是不是可以从30当中往外拿呀 比如说我就拿一下谁呢 user id user id很有可能是我经常会用得到的 所以把它user id拿过来 我在这里面去获取数据 然后呢 如果用户是登录的情况下 那就应该代表user id这个值 它是存在的吧 也相当于 如果user id is not none 这是代表用户是登录的吧 用户是登录的 我要去执行试图函数 试图函数是谁 是被装饰的vifunction啊 所以直接掉它就可以了 vifunction 然后呢掉它的时候 是不是要用法于 我接受的参数都传给它呀 所以星ax跟星星kws都交给你 交给你之后 让我们说了 你这个试图函数最终再去写的时候 我们在试图函数当中是不是要去决定返回值呀 对吧 你要返回各种各样的信息 你可能返回阶层数据 还可能返回是模版 还是可能返回字不算 反正试图函数必须得有返回值 返回前端 那你说试图函数的这个返回值 最终它返回给谁了呢 原本应该是返回给flask吧 但是被加上装机之后 你说返回是谁了 谁掉用的返回是谁 我这个wrapper函数掉用的试图函数 所以它的返回值是不是直接返回去wrapper了 那我wrapper拿到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吧 我是不是应该交给flask了 所以就相当于我最终 应该再把它的返回值往外返吧 所以直接return 把它的返回值返回去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 那else的情况下userid就是围难的了 围难的话就表示用户是未登录 用户未登录 我们就是返回未登录信息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还是返回csn的东西 csnify 然后呢咱们还要去引入一下 从iHome当中的utls里面的responsecode当中 导入it 然后呢我们在那里去返回信息 return csnify当中 error number error number当中应该对应的是 ret里面的session error 参数这样的错误 然后呢error message 去返回一下用户未登录 好这是关于这点 那这点写完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相当于咱们在这个地方 基本的流程写完了 写完之后 然后呢我们现在去利用哪个东西呢 我们在讲框架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一个全局上下文这对象呢 这对象是不是从来没去用过呀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面去引入呢 你去想一下 现在如果我给一个试图函数 加上装饰器之后 那现在就相当于对应于一次请求来说 那也就意味着说 这里面有一个函数 rapper这个drc里面有一个函数 然后呢 师徒函数 是不是又是一个函数啊 是两个搭配起来完成的这次请求吧 是这样东西吧 用户请求过来之后呢 定乱它 然后呢进入到rapper当中 然后rapper里面再定乱为function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当中 在rapper当中 我判断用户被登陆的时候呢 我操作session往外去拿取数据了 操作session往外拿取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又说了 咱们这个session 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实际上是会引入差距之后 已经把它保存到redis当中了呀 把它保存到redis当中了 这是我们之前所说过的 咱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通过这样的扩展呢 把它保存到redis 那我们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自己不用操作redis 但是你session.get这一步操作 隐含的就是扩展 它从redis里面往外取数据 这里面就取了 那你说现在看一下 这里面用完成之后 我在试图函数当中 有没有可能要用到useid呢 有可能吧 就比如说这个设置用户头像 设置用户头像的话 我在上面装饰器里面 要求用户式登陆 也就意味着说 只要用户登陆的话 我在这里面就能够执行了 执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了去 为了去保存用户的头像 所以呢 保存完图片之后 它的意思就得是说 在用户的数据库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要去保存 这个图片的地址啊 那在保存图片地址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用到useid来进行保存啊 对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试图函数当中 这个地方也可能会用到useid 那你说这个useid哪来啊 是不是还得通过session当中 再get一下useid啊 又要获取一下啊 那你刚才在装饰器里面 是不是已经获取过一次了 那我能不能不再通过它 而是借助一个传递人 直接给我传过来呢 谁呢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一个具体像呢 你说我在用试图函数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给你传useid 能不能行呢 能行 那能行的话相当于 你已经 这个装饰器已经强制了 被装饰的函数 第一个参数必须得接受useid了吧 你相当于去强制别人怎么去做 我们说了 设置装饰器的话 有一个原则 一个什么原则呢 你的装饰器的话 不能要求你的这个被装饰器的函数 你改变它的特性 本来这个试图函数当中的话 它不需要接受useid 通过session就能往外拿的 你凭什么要求它 必须接受那个useid呢 所以我们就相当于 不通过参数这样的方式传 而是找一个中间人 中间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对象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这里面呢 直接把从flux当中引入这个这对象 这对象就是用来给我们进行保存出去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 如果在这个地方useid is not not 不为空 不为空的话怎么办呢 那我就直接把你保存进去就可以了 这对象里面 我给你塞一个属性 叫什么属性呢 这个名字都是由我来起的 我把它叫做useid 它谁呢 就是useid 我通过这样方式 把useid给你塞进去了 塞进去之后呢 只要是在本次请求之内被调的另外一个函数 在这里面呢 就直接通过谁呢 就可以直接通过 这对象来给你去传参数 这就是他给我们去提供的这样的工具了 我们来写下 将useid保存到这对象当中 在视图函数中可以通过这对象获取保存的数据 这是图案件点 那我们再通过这样的案例呢 把这对象给大家补充上 这个对象补充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这个装饰器呢 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之前在讲装饰器的时候 有没有提到过 在装饰器的内层函数当中再加装饰器的呀 有讲过这个东西吗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在写装饰器的时候呢 大家之后养成习惯 养成什么样习惯呢 在你的内层函数上面还要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的东西的话就是在哪呢 从从这个funks tool 我们直接把它调入吧 import funks tool 在这是这个模块呢 是python提供的标准模块 然后呢 它提供的东西就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 是函数的工具 funks tool 然后呢 在这个工具当中提供了一个装饰器 什么装饰器呢 funks tool里面叫做rebs 有这样的装饰器 这个装饰器的话 它是代参数装饰器 专门用来装饰内层函数的 然后呢 这个参数装饰器 专修什么参数呢 你这个装饰器 就是外层函数 接收的参数 直接交给它 就可以了 那它的意义在于哪呢 它的意义就在于是说 关于装饰器 加上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会改变一些特性 会改变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呢 咱们在这里面给大家去讲一下游戏 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去明白这个地方 我再给你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是按照刚才咱们所说的 咱们去定一个对应的装饰器 简单的DF 比如说就是装饰器 还找咱们写的这个login吧 login 然后呢 required的IQ 然后这装饰器里面呢 接收一个函数 fuc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定一个reper wrappr 定义这个东西 然后呢 星 args跟星星kwargs 接收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我这个内存函数 也不许做了 我们只要关心这个结构就可以了 里面什么都不许做 然后呢 直接returnreper 这是一个装饰器吧 这装饰器定完成之后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去定一个普通的函数 比如说这个函数叫什么名字呢 咱们就叫做itcast 这个函数定义完成之后呢 函数当中是不是还有说明文档啊 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下 这是itcast python 这说明文档 我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这个函数什么代码 我也不去写 咱们就放到这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把这个函数定义完成之后 我一开始先不加装饰器 不加装饰器的情况下 然后呢 咱们来看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了 在python当中 一切皆对象 哪怕是一个函数 它仍然也是一个对象 既然是一个对象的话 也就因为说 我通过函数的名字 通过itcast这个名字的话 我点儿能够点出来 它所定属性 比如说用的什么属性呢 下滑线下滑线name 这应该是函数的名字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itcast的点 下滑线下滑线 doc 我就拿这两个属性 给大家注意 这个上面呢 是反映的函数名字 下面这个属性呢 反映出来的是 函数的说明文档 就相当于通过这样 两句话定义的时候呢 把名字作为这个函数对象 当中的一个属性存在了 然后你写的这个说明文档呢 也被保存到 这个函数对象当中的 doc属性里面来了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程序呢 去运行一下 然后呢 咱们这种程序去运行一下 运行之下 你看一下 打印出来的东西 itcast的刚刚的name 是不是它的这个itcast 就是它的名字 doc呢 就是它词文档 itcastpython 这两句话打出来了 但是一旦被我加上装饰器之后呢 我把这装饰器给你加上 加上那个loginrequired 一旦加上去之后 你猜这名字会变成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了 加上装饰器之后 然后呢 也就意味着会变 变成什么东西呢 当你调用itcast的时候 这个函数会变为谁啊 你这样就是wrapper吧 所以就是说 哪怕我在这个地方 操作是itcast的name 它最终是不是也变成了wrapper的下发线下发线name吧 然后呢 你底下这个doc也会变为这个wrapper wrapper.下发线下发线doc了 都变成这样的一种东西了 所以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让程序去运行 运行一下 这时候看一下 是不是就变为wrapper了 然后呢 我定义wrapper的时候呢 也在这里面没有加上说明文档 所有的doc属性也就被空了了 这就是关于这点 那你现在发现 装饰器是不是又改变了被装饰的函数了 所以我们说 你在做装饰器的时候呢 尽量不应该改变被装饰的函数 那怎么办呢 回过来 我们就去引入那个函数 在这个funk tools当中 func tools里面有个wrapper 把它导入 导入之后呢 只要在谁呢 在这个wrapper当中给它进行修饰 为什么可以在wrapper当中给它修饰呢 意思就是说 我引入的这个装饰器里面的这个wrapper 这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把wrapper这个函数 它所对应的名字也好 它的属性也好 通通全部给你恢复回去 再设置为被装饰的函数 就是属性 所以设置为哪些属性呢 被装饰的函数是func 所以能把func给你传入过来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wrapper会把wrapper函数的名字也好 属性也好 其他所有东西全部恢复为func的属性的 或者相关的属性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它的使用的时候呢 要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使用 我加入之后回过后来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你再来看一下 哪怕加入装饰器之后 itcast它所用的name DOC 是不是还是它的名字跟说明文章 问题就在这了 所以我们说了 大家在以后去写装饰器的时候呢 尽量养成习惯 要把这个东西王给你补出上 我们不去改变被装饰的函数的一些相关属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目的 回过后来 我们在这地方呢就要把这个东西给你补充上了 补充上之后的话 被装饰的函数呢是视图函数 所以呢把视图函数传过来 所以通过这样方式作用的时候呢 report函数又会 它的属性的名字呢 又会变为被装饰的名字了 就会变为被装饰的函数 就会变为被装饰的函数 就会变为被装饰的函数